事实上在昨天这场大雨之外呢 其实前几天中南部山区就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了 昨天在高雄桃园区的累积雨量是达到了220毫米 惊人的雨势造成了土石松动 从秦河里到复兴里的对外道路完全崩塌 让当近600名的村民受困在山区 趁着雨势烧歇 消防队前往出动救援 希望在另外一波大雨来之前可以抢痛山路 怪手在河床上忙着挖开掉落的土石 一旁的溪水还夹带着滚滚泥流 悬泄而下 奔横的水势已经淹过现有的河道 放眼望去汪洋一片 受到封面的影响 南部山区连日降下大雨 20号晚间高雄桃园区累积雨量达到220毫米 往来秦河以及复兴里的山路也遭到大水冲断 它不是可以走上面山洋路 没有没有都没有都在那边 这边都没有路过去了 就是在台20县的变道的部分现在是毁损了 那还有就是往玉碎农路 就是我们秦河往复兴这个玉碎农路的部分也是中断的 那目前就是由公务段先针对这个台20县的部分做修复 目前有三个部落合计600多人受困 村民也只能先冒险 用步行的方式到公所上班 虽然生活物资都还足够 不过市府也立刻找来怪手开挖变道 万里雨室持续增强 随时做好撤村的准备 记者宋德威李思贤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